从速三岗五长男女篇应该是夫妇 在这个夫妇城之前 要谈对象的阶段 也就是这个闲 怎么就闲了呢 这个人生是平淡的 一路畅童无阻 心入止水 一帆风顺 是最终的归宿 也就是大宝 那这个路程当中 如果一点波动都没有 好像你没有什么提升 一定要经过事儿之后 在心态沉下来平稳 那人生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就是男女的 打情马俏 打对象 打恋爱 那时候为什么叫咸 说算点古辣咸都可以 中医里面 咸这个味道入肾 说一定跟你的这个性 有关系 随便你怎么想 看你怎么想 这个性的荷尔蒙啊 被调动之后 这也是一种本能 欲望随时 那就叫咸 起得好 说加一个口是喊 这代表一种形态动作 加个心叫感 那你说感听起来更好 无心插流流成阴 有心插流流成 这个人呢 生下来之后 他这个心就受环境的影响 就是乱的 叫后天的十审 学术上讲 先天那个原神 本真的东西 那个才是好的对的 但是尤其现在人 全都搞丢了 你就感觉 跟着感觉走 不见得啥都有 这个已经 结果产生了 你还不放弃 还要那样 继续感觉 那你就感觉 不对了 你坚持你 自己承受 看卦象 把这个卦压缩之后 随一个水卦 砍 险 也就是这一路上 艰难陷阻 这两个阴在外面 你可以想 尽管也是不太好 但是 只有这个阶段 你行得恰当 也是好 亨利真 这个卦词 娶女机 就是娶媳妇 那 这个缘没有 就是说刚开始 没有什么 百分之百是注定的 都是人成熟之后 结的缘分 那我们说 先天呢 这个缘分 也分大小 所以说 有的时候啊 也是大势所趋 很难去左右 这个 这一生的结果 初六 贤其母 这个时候脚趾在动 他没有说急凶 老天还是很公平 你那个凡人一个 你动动脚趾头 又没有产生什么行为 没什么大不了 那贤其肥 这个小腿开始动啊 已经凶了 上来就动 什么都不了解 你老老实实呆着 这个时候才急 这种情况 然后干脆 第三个就大腿动了 看见谁好 就跟着谁走 那种好啊 都是外在的感官 还在下方 你看 比如说男人是下半身 所以说还是很肤浅 很赤 就是这个赤的代表这个外在的面貌 身材 包括声音 什么什么这些外在的感知 都是很肤浅 没法过日子 没法最终到一起 然后五脏六股动这个时候就在运化了 就开始这个想通了不后悔了 小鹿乱状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代表这个时候 你可以真正的在一起结婚 你反正 最后这个结果都是这个 所有都要你承担 那还有什么